欢迎订阅西瓜妹剧场 每日更新最新短剧 沈发 我跟杨姐都分手了 你到底有完没完 不在一起又怎么样 我就是要让你明白 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 你跟他 别去 老人 把这个飞猴给我放下来 沈阳 你不是想救你那个 变鬼老妈吗 大小子 你不是想救你妈吗 来啊 来来来来 从我洞下爬过去 这些钱我都给你 来 我就说嘛 没有人跟钱过不去 我 去你的 你个死废物 敢踢我 来人 给我抓住他 敢踢我是吧 你去瞧狗居然敢咬我 这就是地狱吗 怎么感觉湿湿的 我不是眼花了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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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见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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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哥 你的精血 流到了这枚玉佩上 助我们二人解除了枫叶 所以我二人 将这生死运和太极内经 传授你 从此以后 你只管仗剑天涯 从此这世间 再无人敢生命 有任何需要 喊我们就好 刚刚是在做梦吗 我怎么会在医院 这世间 你 我怎么会在医院 怎么会在医院 生死运 白色生 黑色死 黑色死 白色生 白色死 我真的好了 妈 妈 妈 林先生 你不能进 林先生 你不能进 林先生 你母亲刚刚突发重症 还请您节哀 不可能 她不可能有事呢 闪开 林先生 妈 妈你醒醒啊 妈 醒醒啊 妈 妈 这 谁也能救 我 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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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 人死不能复生 还请您节哀啊 你们快看 这怎么可能 妈 妈 你醒了 妈 杨儿 妈 你放心 你没事的 唉 你别安慰妈了 妈的身体 妈清楚 杨儿 咱回家吧 妈想家 好 林阳 你怎么敢摇老子 老子现在就送你跟你妈一块下去 走 走 走 呀 呀 呀 小心 呀 呀 是 太 清滅了 西上 这怎么回事啊 怕什么啊 这就是紧急之动 林阳 你现在给老子跪下 给老子磕头的话 我就疯了 没准心善 还送你妈一副棺材 沈凤 你欺辱我就算了 你千不该万不该 对我妈动手 什么 我逗你妈怎么了 我逗你妈怎么了 我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变这么厉害 沈凤 林阳你个废物 你知道沈凤的大伯是谁吗 他可是天井商会 天言分部的会长 分分钟就可以 平退了你们林家 林阳 你现在给我跪下 然后把自己的脚筋挑断 我还可以考虑放你 要不 到现在就送你们两个 过去走 该死是你 林阳 你别惹恼了沈凤 妈的时间不长 妈走了之后 你千万别再这么冲动了 听话 听话 沈凤啊 你千万别生气 我家林阳的膝盖不好 我踢他跪 我踢他跪 妈 你不用怕他 你糊涂 儿子 儿子 妈不是故意的 妈不是故意的 没事的妈 我也知道你是为我 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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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凤 求你看在我之前 给你家做保姆多年的份上 卖我一个面子 远连我家林阳 对了 我有钱 我这里有三千块 拿着拿着 就当给你的补偿 你这个当牛做马的老东西 你有什么面子 沈凤 找死 找死 我给你们两个钱 你们不把握 那就别怪我了 啊 给我上 弄死他们 一群废物 药里面有什么用啊 你看你是我胳膊 啊 一群 够 是被我 你敢杀我啊 你这个畜生敢动吗 大伯绝不会放过你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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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啊啊啊啊 林阳你这个废物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去国外谈业务了吗 怎么把妈接出来了 我接到消息 说妈病了 所以我就赶过来了 这张卡里有十万 你先拿去给妈看病 不用了 妈的病已经治好了 病好了 林阳 我知道你拉不下面子 继续向我顾家借钱 可你不该为了你那不值钱的面子 让妈受罪啊 可你不该为了你那不值钱的面子 让妈受罪啊 不不不 不是的不是的 是我自己不想治疗 你别怪羊儿 别怪她 走吧 我送你们 雪柔 虽然林阳没什么大本事 但是她善良 人也孝顺 希望我走之后 你能替我照顾好她 妈 你放心 既然她已经入罪我们顾家 我绝对不会亏待她的 辛苦你了孩子 消失的这些 是救了我和我妈 还有惩治省放吗 你们知道这怎么恢复吗 看来是我想多了 我们当然这样 只是我们不能平白无料的方法 那你们想怎么样 我们想要你帮我们插针 插针 我们 它既是生死欲主人的精气为止 而这世间最宝贵的精气 莫贵 只要你要帮我们补足的精气 生死欲 便可恢复如初 便可恢复如初 雪柔 雪柔 对不起 我也是卑鄙无奈 林阳你这个臭流氓 你在干什么 嗯 雪柔 我 我在 我在扎针 扎针 这旁边哪有人啊 你要扎针 再说了 你扎针用脱裤子吗 小哥哥 只有你 才能看到 我心 哎 你听我解释 小哥哥 你别走啊 老婆 老婆 你等等我老婆 别老婆老婆叫那么亲 你只是我顾家冲喜的坠婿而已 而且我们也只是名义上的父亲 这是煞气 你个臭流氓 你看什么呢 老婆你别动 我看你胸前有一团黑雾 帮你好好看 你果然是个流氓 哎 老婆 你胸前这个佛牌从哪来的 关你什么事啊 快把它摘掉 这不吉利 不吉利 有你这个流氓在身边才是真的不吉利 不吉利 有你这个流氓在身边才是真的不吉利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你要你疯了 老婆你相信 今天晚上我父亲在月龙酒店举办寿宴 到时候你别迟到 不然我饶不了 举办寿宴 就只有十万块 给老丈人买个水 什么礼不好呢 我是万圣集团的总裁宋语焉 如果你们需要钱的我可以给你们 方总 不好意思 这次我们不解财 解命 是谁派你们来杀我的 男人的钱财欺人消灾 宋总啊 一个将死之人 还需要知道这么多吗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敢当今行凶伤人 就不快进去吗 进去 老子谁让你下去 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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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谢谢 哎 小师傅相救 对他按摩治疗 这段小事你们三个都办不 还要老子亲自出事 小子 交出宋语言 有你个全尸 交出宋语言 有你个全尸 宋语言 你在这站一会 这里我来挤着 别以为你块头大我就怕了 还留我去 你瞧不起谁呢 小屎 还说我废物 我看你才是废物 你认识点头 哪儿来的小鞭子 还不快放下我们送走 要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用 要不是这位小师傅 我早都已经命赏方全了 还不赶紧把路让开 我要给他治疗 小师傅 你还会治病 只是正常的扭声 你忍一下 马上就好 我去 这女人的身材也太好了吧 那我开始了 顾雪柔和杨静都没让我碰到 原来女人的腿这么帅啊 可能会有一些刺痛 你要是觉得疼的话 可以抓着我的肩膀 转一下注意力 这女人的意志力也太强了 这都能忍住 你要是实在觉得疼的话 就喊出来会好一些 这女人平时一定很累的 自从暗闻就一直睡到现在 醒醒 再醒醒了 不好意思 很久没有睡得这么暗闻 我压疼你了吗 没有没有 你这么轻 怎么可能压疼我呢 行 那我先走了 等等 这是我们万圣集团的VIP玄武卡 和极品龙头人生果 就当作是你今天救我的答谢 万圣集团 你是天银第一财团万圣集团的总裁 宋语焉 是的 凭借这张卡 你可以在万圣集团旗下的所有场所享受免费 谢谢啊 那我先走了 以后我累的时候还能找你给我按摩吗 没问题 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随时联系啊 苏总 太好了 正愁没有礼物给岳父 这下可好了 林阳 你傻乱什么呢 你看 这是我专门给岳父准备的礼物 他一定会喜欢 林阳 你连个寿礼都准备不好 我以后还能指望死什么 老婆你看清楚 这可是极品人参果 你当我眼瞎吗 哪里的极品人参果 能跟你盒子里的这个长得这么 这么绿的发枪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家人都看不上你吗 不仅因为你是我们顾家的上门女婿 还因为你平时太软弱 我们离婚吗 还有 我会再给你五十万 这样你也不用担心你妈妈的医药费了 我们好聚好散 别让我看不起你 雪柔 人人都说我入这顾家 是贪图顾家的钱 可我只是想偿坏当年的恩情 八岁年 我临家遇到经济危机 那段时间我经常爱恶 而她 成为了我那段时间里唯一的 小哥哥 你叫什么 我叫林阳 林阳 还蛮好听的吗 我叫顾雪柔 尽管她已经不记得我 可我只想有个机会 好好守 老婆 等我一下 先生 公立那边的进度怎么样了现在 爸 您就放心吧 指定拿下来 记住 一定要保质保料 爸 爸 顾雪柔 今天是咱爸五十大寿 你说你这来晚了就算了 你还把这废人给带来 你这不承信给咱爸添堵吗 你这不承信给咱爸添堵吗 呀 怎么了 说你两句还生气了 你瞪什么瞪 还想动手打人是吗 行啊 别站在那丢我顾家的人 可坐 林阳 今天是咱爸五十大寿 你准备礼物了吗 要是没有准备啊 你这座门口吃饭去 你就没有资格上顾家的桌 爸 这是我和林阳给您准备的万方广场的购物卡 这里面有三十万 雪柔 你自己准备就自己准备 没必要给这个连工作都没有的废物打掩护 就是 别说三十万 就他这个废物要超出三块钱 我是青山啊 就随这个废物的庆 林阳 你还是端一个小板凳自己出去吃吧 别影响了大家的心事 爸 这卡里我确实没有冲击 但是我给你准备了更好的礼物 等等 这个废物碰过的东西你也不嫌脏 看看又没事 林阳 你是叫害死爸吗 各位 班长 送礼物哪有送这样的 爸 您看看 这人参果丑就丑吧 还这么绿 一看就是不熟啊 他真想吃死你啊 爸 林阳他不是故意的 怎么不是故意的 爸的生日他都这么不上心 还好意思当上门女婿 我看你还是趁早跟他离婚 让他趁早滚蛋算了 你们都少说两句吧 今天是你爸的生日又不是近日 你们是想把这把气死才高兴啊 爸 爸 您别着急 您消消气 我呀 给您准备了更好的礼物 您等着 来人 把我给我爸准备的礼物拿上来 师祖 爸 我知道你喜欢古丸 这个呀 就是专门从古丸街给您逃的 正好啊 让这个废物瞧瞧 什么叫送礼物 您上演 我没看错吧 正好这是无道子的真迹啊 没看错 你看到落款 确实是无道子的呀 这可是明家生产 第一次见到无道子的真迹 感谢顾总要求我来参加寿业 要不然 我这辈子 也没机会见到化生的真迹啊 来 大伙跟我一起 敬一下顾总 敬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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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顾总 感谢顾总 多谢顾总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啊 爸 您看 这老天都必有你 这份无道子的真迹啊 海上生明月 是我简陋简来的 才一百多个 顾总 好福气啊顾总 哎呀 我要是有石总这样的姐夫 可真是让人羡慕呀 林阳 看见了吧 这送礼物啊 就得送几品 一副假话 也配称得上几品 无道子的话 少说也要上亿 你花区区一百万就想捡漏 莫不是被人上了套 林阳 你身为坠续眼界敌我不怪 还是你当着这么多亲朋好友的面质疑我 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你吃没完 林阳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你一个家庭主夫 没有必要为了你那些不值钱的尊严在这华众举丑 省得丢我们顾家的人 就是 石总可是专门找过赫赫有名的鬼眼大师找的眼 鬼眼大师都说这话是真的 难不成 你别鬼眼大师还厉害 顾家二小姐嫁给这么一个废物 真是可惜啊 可惜 薛柔 我劝你啊 赶紧跟这个废物离婚 你孙哥哥我啊 早点给你介绍个如意蓝军 爸 别人看不出来 你身为古画收藏家 鉴别过这么多幅字画 一定能看得出来吧 你这个废物 还真是见了黄河也不死心啊 爸 你赶紧看看 好好教育教育这个废物 等等 林阳 咱俩的事还没完呢 怎么说 如果这幅画是真的 我要你跪下 和三个头给我道歉 然后 钻过去 这个钻过去 钻过去 对 钻过去 这也要出头了吧 姐夫 再怎么说咱们也是一家人 你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 我闭嘴 要不是你加了个废物 我怎么可能跟这种 做亲戚 既然想做顾家的口 就要学会不要对主人刺牙 这幅画如果是假的 我让你跪下 为你的出言不训 给薛柔道歉 为你的出言不训 给薛柔道歉 好 随问你 你们这幅画 不可能是假的 爸 这 这画是 这画是真的 孩子们的事情 教孩子们自己解决 爸 你们再仔细看一下 这画绝对是假的 假什么假 你是觉得我和你爸老眼昏花 真假不变吗 要不是因为你这个废物 几次三番的非要惹事 今天这顿饭 也不至于吃得这么不顺心 你赶紧给你姐夫道歉 这件事情 就算过去了 爸妈 你们别生气 他就是一个废物 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 林阳 妈的话你听见了 快道歉 这事就算过去了 我没有错 我为什么要道歉 顾雪柔 你看看 这就是你找的好老公 本事不大 脾气都不小 林阳 快道歉 别再让大家开笑话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那话就是假的 我相信你什么 事实就摆在面前 你让我拿什么相信你 我说 道歉 道歉啊 今天你要是不道歉 就从这滚出去 今天你要是不道歉 就从这滚出去 林阳 我是真的看错了 好 如果你要让我道歉 那我就道歉 你不必我遗憾 说来说去 我还是想给自己 找个台阶下 好了 都别吵了 等等 不道歉 就滚出去 你没有资格上这个座 请啥 今天这事 你过去了 爸 这个废物 吃咱家的 花咱家的 用咱家的 这个 你要不把他打塌了 他迟早有天会反了天的 石青山 我看在雪儿的面子上 不想把事情闹 你别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我今天就欺负你 来人 林阳 你已经说了 你是自己爬呢 还是让他们 愣着你爬呢 他愣着干什么 压着他 让他爬 愣着我服输 让你跑 别让我到家时间 哎呦喂 我看某人 这是要上天银的新闻热点 啊 呀 够了 你先走 这里我来想办 我不能走 林阳 你还嫌我丢人丢的不够吗 如果他们今天只是针对我 我会 但是今天 我必须让他给你道歉 谢谢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 这幅画到底是真是假 你们看看这画布上到底是什么 林阳 你疯了吗 你敢撕了爸的画 这可是价值生意的画 你这个废物 不赚钱也就算了 还敢揍把东西 来人 来给我送进去 来爸 你见多识广 你来看看这画布上是什么 到现在了你还要庇护他吗 这个废物到底在说什么呀 这是尼龙线 啊 尼龙线 尼龙线 人工合成材料 1983年代上 吴道子的话 距今已经三文 吴道子是怎么用的 尼龙合成的布 穿越吗 这画是假的 不可能 妈 你说了 跪下给我了 道歉 林阳 你这 别投理不饶人 就算这画是假的 那你姐夫也是为人骗 不像你 爸 生日都这么不上心 随便找一个有毒的地摊货也敢送过来 我不上 爸 妈 你们见多识过 真觉得这就是普通的地摊货吗 这 这不可能吗 这难道是 样子丑陋 颜色发绿 气味刺鼻 这不是地摊货 又是什么 你大姐说的没错 就算假话再假 也要比你这歹独心肠 好像添满呗 哈哈哈哈 没有东西 你想让我出丑 最后出丑的还不是你自己 你们不认识不重要 我不怪你们 但是你们不应该把对我的惩戒 施加给我老 和我对爸的心意上 这一颗极品龙头人参股 是万圣集团总裁 宋女烟 送我女子谢 价值最起码三百 哈哈哈哈 这个废物 居然说他认识宋语音 你这个废物 吹牛也不打草稿 一个水果是三百万 脑子都没听说过 妹妹啊 既然你的废物老公 说他认识宋语音 那这样吧 回头让他给我们顾家 和天圣集团签个线 怎么样 只要雪柔响 我可以 哈哈哈哈 我的妈呀 你招的可真有范 你不会是标案学院毕业的吗 好妹妹啊 我看你还是回头 给他去治治脑子吧 真是这样 等等 踏鼠和男的 好像真的是宋总派的人生果 大家快看 今天的天人世新闻 什么可能 就这非我怎么可能跟宋总有交情啊 林阳 你是骗我们的对不对 你说的这些东西是假的 既然你们不识货 老子不送 疯子 是疯子 这三百万一颗的精品人生果 你说出就吃了 林阳 你给我们和爸留一口啊你 爸 今天寿宴 有惹到您不愉快的地方 请您原谅 改日 我辟邪重 向您致歉 林阳 顾雪柔 今天可是你爸的寿宴 寿宴没结束 你哪也不许去 好了 那个废物总算是走了 我们可以好好吃饭了 服务员 上菜 他怎么还不死 他怎么不去死啊 林阳 你这个废物 还知道回来 你滚 滚 有多远滚多远 我能远远远好 妈 我有什么错 假话是姐夫送的 人生果你没有说有毒 就算再怎么样 你们也不该怪我 林阳 你真的我和你爸看不出来 那幅画是假的 但是那种场合 我们能打你姐夫的脸吗 所以你们就颠倒黑白 是非不分是吗 对 你说的没错 我们就是颠倒黑白 是非不分 谁让你这个废物 连你姐夫的一根脚指头都比不上 爸 你们知道话是假的 妈 妈 你们怎么能这样啊 怎么这样 人家你姐夫 每年要孝敬我们顾家上百万 可是这个废物 只会划我们顾家的 我不打这个废物的脸 难道要打你姐夫的脸吗 赘婿就没有尊严了 你说的没错 赘婿他就是没有尊严 在这个社会上 有钱才有尊严 没钱还想要尊严 你当小孩过家家呢 区区顾家也不过如此 怪不得只是一个下流的家族 林阳 你这个废物竟然敢大言不惭 是不是不想好好的在我们顾家过度 没错 这个顾家我一分钟都不想来了 我要跟顾雪柔离婚 林阳你发什么神经啊 发疯 顾雪柔 你不也想嘛 明天把户口本带上 把离婚手续给办了 我那只是气话 一个吃软饭的坠婿 也配甩脸替离婚 你这个废物有什么资格提啊 你们不是瞧不起我吗 我不黏着你们了 你们不开心吗 开心 我当然开心 那五十万的架主 我就当是喂了狗 但是这一年来 你吃我们顾家 还我们顾家 住我们顾家 少说得有一百万 你把那个钱 给我还上才滚 好 一百万就一百万 我可以给你们打欠条 打欠条 你以为打个欠条 你就能还上了 别说我们顾家仗势欺人 不给你这个废物机会 天鼎商会 还欠我春雪诊所 两百万货货 你去给我追回来 我便会同意 你跟雪柔离婚 要不是 你这辈子 就只能当我们顾家的狗 等我把钱要好 我跟顾家再无关 我以为你和我离婚 会很开心 结果不还是一个人 在这儿喝闷酒 闷酒 这是我离开你们顾家的 乔千酒 结婚的时候都没有喝焦杯酒 现在离婚了 把这杯补上 林阳 你这个废物有什么资格想离婚 你凭什么提离婚 一个是非不分的家族 一个动不动就会耍大小姐脾气的疯女人 不离婚留着过年啊 我是疯女人 那你又是什么 工作找不到 家务做不好 还要找疯女人给你妈治病的废物 没有我 你妈倒就死了 是 我是废 所以我们早点离婚 好就好算 这是我们顾家的酒 你要不滚到外面回去 顾雪柔 自从我入住你们顾家 我一忍再忍 你别逼我 逼你又怎样 你这个废物能奈我何 你给我放开你 这都是你逼我的 你无耻 我无耻 自从入住到你们顾家 这一年来 你都没让我碰 现在离婚了 你不得借一下做妻子的意思 不想要就别招惹我 滚 你放心 欠你的钱我会补少 还有 谢谢你这一年来 对我和我妈的照顾 小哥哥 顾雪柔给不了你了 我们都能给你 来了 来了 我那二十八年 老子今天要 小哥哥 舒服吗 舒服 谢谢两位神仙姐姐 尽情赐负我 奇怪 折腾了这么久 没有感觉到累 反而感觉强壮了一些 那是因为小哥哥 你修炼的是太极内气 只要你与我二人交合 便可提升你的修为 原来是这样 那还请两位神仙姐姐 再帮我提升一下修为 小哥哥 你就不怕身体 吃不香了 小哥哥 凡事 还是姐姐一点好 老子今天刚尝到 女人的滋味 要一次吃个够 再说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奉猎 小哥哥 小哥 同意了 我怎么听到丈母娘的声音 别怪她 你先照顾好我们两个吧 妈 妈 你没事吧 你个废物 别碰我 又是安无治疗 你个畜生 干什么呢 我可是血肉的猫 让你听起伏 今天我要让你欲罢不猛 求这一句 利亚你疯了 你要干什么 妈 你运动扭伤 我帮你治疗 按摩一下 怎么了 舒服吗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听不懂啊 那我就走了 别 你 你继续啊 我这丈母娘天天健身 看着也不过才三十 今天也算是有福了 妈 背部的损伤已经修复了 我现在要给你修复胯部 不要 怎么 这么紧张 里面不会什么都没穿吧 我感觉 自己好多了 下面就不用你安了 妈 你也是医生 这种情况你应该了解 如果我现在收手 就会功亏一寇 你要让我走 我现在就可以离开 哎 别 那你别乱摸 你别乱看啊 不看不摸 这 行吧 那你快点啊 零啊 今天的事情 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 我饶不了你啊 快点 住手 黎阳 你这个畜生 你在对我妈做什么 黎阳 你在干什么 雪柔 妈运动拉伤 我帮她治疗一下 老公 她刚才趁我受伤的时候 她不得理我 黎阳 我知道你对我顾家有恨 可是你怎么能对我妈下手呢 爸 放轻 想丑吧 我就不该救你 很好我这个帐篷 喜欢记录自己的运动过程 先把摄像机的内容看完 再考虑要不要报警 你去哪 考债 妈 黎阳是在帮你治疗 你怎么能反咬她一口呢 谁让她昨天让咱们下不来台 我只是给她一个教训 你 你要 弄着她们 让我扶起 别跌着脱往里边走了 也不看这是什么地方 小心走错了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是天鼎商会 没错 怎么添你口气 好像是哪个帮派的堂口似的 你这小子 你好先生 我们这实行的是预约纸 您预约的谁 我带你去见他 我没有预约 我来找你们管事的 把他给我叫 你找死 我来你们天鼎商会讨债的 竟敢在我们天鼎商会门口打人 就算天鼎商的市长来了 也不敢如此放肆 骨臭 您是顾家的罪剧黎阳 看来我丈母娘已经跟你们打过招呼 先生您好 礼拜请 礼拜请 不好意思 等一下 我先上中箱 别拜了 再拜命都没 你就是顾家的罪剧黎阳 我侄媳妇说的果然不错 她说 如果我卡着林家的货款 就一定会让你这个闲着没事的 废物罪剧过来催款 您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沈芳是我的亲侄 你这个废物 竟敢打了他钻子绝孙 你打了他 就是打了我沈家的脸面 这巴掌 我得替他打回来 哎呀 没想到你这废物东西还真的来了 沈叔叔 你可得替沈芳做主啊 放心 这小子 今天必须死 阳静 说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怎么没有发现 你这个人这么 沈芳早已经是一个不能生育的废物 更何况 他还有肝癌晚期 老娘这叫 泽良木耳期 说的没错 飞水不溜万人钱 侄子娃娃 叔叔啊 哎呀 你讨厌 真是一对 不知廉耻的先夫一夫 死到临头 还敢放肆 你四个还愣着干什么 他们快把他给我抓起来 把他脑袋割下来 哎 等等 今天我只是来讨债的 不想杀 别逼我动手 狂妄 太狂妄 敢在我天顶商会 这么徬徨的人 你还支持头一个 沈叔叔 你可小心一点 这个家伙 确实挺能打的 能打 能打有个屁 哈姆斯 都是世界排名前十的杀手 对不他这个废物 绰绰有余 该说的话我都说了 既然你吵死 那就别怪我 不客气 嘴硬 快点上 我说过了 我只是想要钱 你为什么要把事情 搞得那么复杂 好啊 这个废物 敢伤我千里伤灰的人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昨天刚吃了一个 价值三百万的人参 正好一身 拿你这个沙包 谢谢我 谢谢我 把头给我抬起来 大哥 我们也有面子 你这样值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你们的错样 我都已经记录下了 敢不听话 我把你们所有人 都发到网上 看着他小小年纪 却怎么如此恶多 沈会长 现在可以还钱了吧 等会 等会 林兄弟 这是二百万的支票 赵母娘的钱 我们一次还钱 兄弟 这是我们跟春雪真所 未来合作的合同 本来我是想 再去签一遍 现在赶成三 您不用担心 这是一千万的预付 希望您 能再给个机会 跟我们 继续合作 行 合同和支票 我一块就给带回去 但是签不签 我账母娘说死 行吧 林兄弟 这块是最新款的劳力士 还请您收下 这我不能收 显得我多不讲 讲理讲理 是我们得罪您在签 就让我表 拿下签一张 林先生 您收下吧 行吧 表呢 我就收下了 但是我不会摆呢 那个关公像 赶紧给扔了吧 是个不祥之物 我给你一个符咒 随身带 重要的时候 可以免你一次血光之灾 血光之灾 不信 不信就算了 林兄弟 您看就是高人 我信 你们都出去吧 好好好 你留下 叔叔 叫什么叫 谁好林兄弟 你想干嘛 看来沈凤已经感染他了 你到底想干嘛 我告诉你啊 就算沈家怕你 我也绝不会 委身于你的 不想要 我也不强迫你 沈凤他有病 你知道 你的身体状 应该也出现了问题 但是我能治 我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听不懂 听不懂就算了 你 真的能治好我 少贼 没毒又不会死人 这就下车这样 能治是能治 但是想不想治 不一定 救救你 救救我吧 只要你能治好我 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我先遭 就用这个解决 就用这个解决 用他 沈凤应该没少教你吧 跟你在一起三年 摸都没让摸过 刚好 作为补偿 到时候 我会帮你治疗 你说话做话 林阳啊林阳 你真不争气 最后还是没忍住 林阳 如果你以后想要 随时可以联系我 就你 也陪我睡 你 想睡老娘的人 都能排到法国 你别不知道珍惜 是我不知道珍惜 还是你今天才体验到 什么是真正的 我 记住今天这种感觉 我会让你永远的忘 待会我就去找十个男人 伺候 就不行 还忘不掉吗 林阳回来了 来来来 正好去吃饭 等等 你不是牛哄哄的去讨债了吗 这要是一分钱都没有讨回来 你可没资格上桌吃货 这两百万的货款 国货指望你能要 但是这两万块钱 你总能要回来 妈 你还真指望这个废物去要钱呀 那可是天顶商会 就算借这个废物十个担子 她都不敢进去 这没有三两硬骨头啊 还嫌弃吃软饭 没要到钱就会滚出去 那我要是把钱要到了呢 你这个废物装什么装啊 你要什么要到钱 我就把这桌子给吃了 那我就等着你吃桌子 这个是天顶商会 拖欠春雪诊所的两百万支票 这个是天顶商会 续签的未来三年的合同 这是天顶商会 预支的一千万的支票 这不可能 我不仅把钱给要了 还帮你们顾家 谈成了一笔一千万的 我在顾家白吃白喝一年的债 应该够了吧 妈 你好好看看 别让这个废物又给我们骗了 这些都是真的 林阳 你这个废物是怎么做到的 石青山 你一个大老板 应该不会食言吧 请开始你的表演 请开始你的表演 你 林阳 你不过就是走狗屎运的废物 你姐夫跟你开玩笑 你没听出来吗 林阳 看看你这一副小人得知的样子 你不就是要回来钱 签了个合同吗 有什么好嚣张的 行了 我就知道 和你们这些不讲道理的人 说不了什么 欠款我已经要回 也就可以和雪柔 离婚了 离 明天一早 就让雪柔跟你这个废物 去林阳 去离婚 等等 林阳 你要回欠款 我就和你离婚 答应这件事情的人是我妈 不是我 故事 你什么意思 不是说好了好聚好散吗 对 我是说了好聚好散 不过我现在改主意了 你这么有能耐 那就帮我顾家 把盘龙山庄重新建立起来 什么时候盘龙山庄建好了 什么时候我就和你离婚 要不然这辈子 你只能等我修了你 好 不就是重建盘龙山庄吗 我硬了 但是 如果你们顾家再犯了 我会亲手灭了你们顾家 哈哈哈哈 林阳 你这吹牛应该有个限度 顾家跟我们石家花了十年的时间 都没有筹集到重建盘龙山庄的资金 你一个只会吃软饭的臭屌 说见就见 你以为拼魔行的 你们顾家和石家举全族之力 都没有办成的事情 只能说明你们顾家和石家 是不入流的垃圾家族外 还能挣个什么 林阳 是不是给你俩了 你消消气 没必要跟一个废物一般见识 石青山 我算是看错了 你就是一只指挥叫的狗 你 雪柔 你为什么不同意离婚呢 你还把这条风格 留在咱们家多久啊 说不定他心里还真有这个废物 我没有 就算要和他离婚 也应该由我来提 你们放心 我会亲自将他逼走 别吵了 吃饭吧 行了 吃饭吧 吃吧 吃吧 喂 欢欢 明天的同学聚会是在夜色会所办 对不对 对 好 明天你多带几个帅哥来让我养养眼啊 哎呦 顾大小姐 你可是有老公的人 这样不好吧 他呀 就是我们家一个坠婿 就算我跟其他男人怎么样了 他连个屁都不敢放 哇 那他还真是你的一条狗啊 好了好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你早点睡啊 早点休息 林阳 我知道你没睡着 你现在跪下来跟我认个错 我就给你个机会 不跟你离婚 林阳 我已经给足你面子了 你不要是不是 行 离就离 谁不离谁是小狗 太精致了 这是我 好啊 爸 妈 你们怎么这么开心啊 快来看看 你姐夫啊 刚给你爸买的劳力士 一两百万呢 这表可是一百多万呢 姐夫 真的是你送给咱爸的 不是你姐夫 难道还是你这个废物老公啊 哎呀 这同样是女婿 差距怎么就那么大 人家你姐夫 是天天的往家里拿东西 不像是某些人 只会在咱们家里 吃拿卡票 石青山 这个表真是你送给爸的 林阳 你别以为 你要回来两百万的欠款 就了不起了 怎么 现在都敢直呼 你姐夫的大名了 哎呀 都少说两句吧 这本事不大 做白眼狼倒是挺会的 我不求你能像你姐夫一样 能送得起几百万的表 但是这几万块钱的东西 怎么能送得起吧 妈 你还真指望这个废物啊 自打这个废物入赘咱们家以来 他可连根葱都没往家里买过 算了 你说的对 我就不该指望他 这一百多万的表就是好 青山 你可不能偏心哦 光送你爸不送我啊 对 青山 跟你妈也弄一块 下次一定 下次一定 哎 哎呦 你们快看 这个表真怎么不动啊 快看 这个表真怎么不动啊 快看 爸 是不是没上发条啊 你上个发条试试看 对对对 上发条 这 这也不动啊 青山 这怎么回事 哎呦 石青山 你送给爸的画是假的 不会连表都是坏的吧 林阳 你别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就算这表是假的 那你这个废物也买不起 爸 这表可能没电了 回头啊 我去店里换个电池就好了 你还换电池 石青山 你以为这块表是电子的 林阳 你这个废物 你干什么 胖坏了 你赔得起吗 哎 你拿来吧你 啊 哎 这表真有动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没有办法上发条 是因为这是指纹识别 只有我 才能转动 你说这表是你的 这表就是我 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玄光看到 我还以为是青山送给爸的 顾春风 石青山 你们拿着我的东西 随便送给别人 连挺大呀 你 喂 你现在有空吗 有 走 约会去 是 宋总 你这是要干什么 自从你上次把我的脚踝治好 我就一直很想你 我感觉 我好像喜欢上了你 你作为医生 是不是要对患者负责呀 宋总 你冷静冷静 我先帮你把爸卖 阴阳调和之术 宋总 你的这个病 可能需要特殊的方法治疗 你介意吗 只要你能把我治好 怎么样都行 做我女人也可以吗 我 愿意 宋总 刚才的事 我明白 大家都是成年人 我不会奢求你什么 我只希望 以后你能多来照顾照顾我 你放心 只要你需要 我随时都在 需要我出去吗 不用 你在哪儿呢 我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 你都不接 说事 今天晚上在夜色会所 有同学聚会 我要你陪我一起 我去合适吗 你不是要去找帅哥 我再多耽误你事 怎么不合适 我就是要外人看看 你是怎么讨好我的 你要是不去 你就休想和我离婚 别生气了 他不来珍惜你 我来珍惜 请让 好久不见了 对了 你在等人吗 没有 我没有等谁 你是不是又在等 你们家的废物坠戏啊 真的好大的架势 让你这大美女 在这边等她 就是 走 咱们先进去 等她来了呀 让她在外面晾会儿 再进去 走吧 走吧 走 进去 哇 好帅啊 她这一车可不便宜啊 又帅又有钱 什么样的女人 才能嫁给她呀 她找我们走过来了 她不是要找我们搭讪吗 可以了 走吧 雪柔 你们两个认识啊 嗯 这是我老公 林阳 我还以为是哪个天鹰 世家子弟 原来就是顾家的 废物坠戏啊 林阳 你想在雪柔的朋友面前 赚面子我理解 可你花雪柔的钱 租车买衣服 真能别人眼瞎 看不出来啊 你这废物笑什么 我笑你们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外面那辆车是万圣集团 宋总派人送我 而这身衣服是宋总送我 没有花顾家一分钱 真是笑死人了 就你这种废物 还能和万圣集团的宋总 派上关系啊 脸皮可真够厚的 就是嘛 你不撒泡尿罩着自己 就你这副臭的样子 宋总凭什么要送给你东西 要不是占顾家的光 你哪有这个资格 进入夜色会所呀 雪柔 我看你还是赶紧 让这个废物滚出去吧 省得等下丢你的人 对对对 臭蛤蟆就别在这边碍言 顾雪柔啊 是你逼我 我才来陪你 但你身边的这位朋友 好像不欢迎我呀 等等 对 我是逼你来的 我就是让你看清楚我们之间的差距 就是让你明白 像你这种人 能入赘我们顾家 是你十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气 想和我离婚 你就好好受着 不然我到死也不会同意 雪柔 你想什么呢 能甩开这种狗屁膏药 为什么不同意离婚啊 就是 该离婚就离婚 你不用可怜他 顾雪柔 既然你想玩 那我就奉陪到底 雪柔 雪柔 十年没见了 又漂亮了 这位是 没事 绕菜子 穿着滑贵 气质不凡 一定是天音城某位附家公子哥吧 那你还真是高看他了 他呀 就是顾家的废物坠续而已 原来是雪柔的老公 我是他老同学 来 行不行 王胖子 你也不嫌他手脏 怪不得你头子老是失败 原来是眼眶不行啊 连他是个屌X都看不出来 淳于墨 你会不会说话 都不懂得尊重他人 脸面是靠自己证 不是靠别人给的 你们两个 一个图老帽 一个冲喜坠续 也配让人尊重 好一口离眼离止 迟早我要让你归提 哎呀 宇墨你跟他们两个Lowster 在这议论什么 走雪柔 咱们进去入座 还有你这个 十早我也玩烂 兄弟 走吧 连累你了 没事 很高兴认识你 咱进去吧 好久没见了 钱少还没来吗 哎 雪柔啊 你找钱多多干嘛 钱多多的人品可不太行啊 就你人品行 你人品好 能够借钱给雪柔吗 不是雪柔 怎么回事 你们故事集团 不是一直好好的吗 怎么需要借钱呢 雪柔 咱们可是十几年的老同学 只要你肯张这个好 王胖子砸锅卖钱 也帮你把这钱垫出来 黄富贵 你还当你们王家 像十年前那样阔绰吗 还砸锅卖钱 我看把你们王家人都卖了 也凑不起五千万吧 刚刚不是还挺仗义的吗 怎么了 听到这个数字 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顾雪柔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缺口 林阳 你现在倒是想起来 关心雪柔了 怎么 你怕顾家倒了 没地方吃软饭了吗 还要说吗 肯定是 顾雪柔 如果你现在求我 我会考虑 让万圣集团的宋女 帮顾家度过这些日期 我没看错吧 这好像是万圣集团的玄武卡 听说呀 只有万圣集团最顶级的客户 才有资格用这个 没看错 我上次在万圣集团的发布会 这就是万圣集团的玄武卡 不可能啊 你只是顾家的一个废物赘婿 怎么会有玄武卡 难道你真的认识宋总 都认识造假的了 怎么 你们都被这个废物给骗了吗 就是 还请宋总帮忙 说的好像宋总是你的女人似的 你让人家干什么就干什么 照你这么说 也不是不对 哎哟 连嘲笑都听不出来 这个废物还在这边喘上了 就是 雪柔 你怎么找这个当老公呀 雪柔 真的是 你再去男人 也不应该找他呀 当初应该给我打电话 多好 顾雪柔 下次再有这种机会 我求你别让我陪你 别太多 好带他 梁杨你够了 还嫌我丢人丢的不够吗 在这里任何一个人想捏死你 不会比捏死一只蚂蚁难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 如果你不跪下来求我 我不会再帮你 让我来看看是谁这么大口气 敢让我们的番花跪在地上求你 钱总 您就别和雪柔这个废物老公一般见识 我看他呀 全身上下雨就嘴巴硬一点 其他地方不像你 帮帮硬 嘿嘿 嘿嘿 我喜欢 讨厌 钱总 咱入座吧 这儿 您坐雪柔旁边 雪柔 你放心 钱总来了 你拿贷款五千万的事情 绝对没问题 嘿 雪柔 钱多大的钱你不能借 我有个朋友 借了他一百万 到最后人家把房子车子全卖了 足足还来一千万给他 这事还没算完 到最后他还把人家刚过门的妻子给睡了 这死胖子你竟敢害我好事 雪柔 你别听我胖子下说 这事我知道 就是他那个朋友欠钱不还还家暴 钱总看不过去才出手相救的 至于他妻子 你说谁能拦得住我 他非要一身相许 对对对 这事情我也听说了 已经在圈子里传开了 跟钱总没关系的 看来这两个钱 我和这个钱总有关 好了好了 轻者自轻 不用帮我解释 顾雪柔 五千万没问题 我借给你了 看看 这才叫霸气 哪像有的人呢 只会动动嘴皮子 一说帮忙 人都不知道哪去了 雪柔 不就五千万 行 我来想办法 不就五千万 行 我来想办法 四胖子 你有钱见吗 你忘了两年前 你跪在地上 求我的时候 让我资助你们王家 你是什么表情啊 没错 是 印钱帮过 但现在我告诉 就算是我王富贵 砸锅卖铁 我称家当场 也要抽起这五千万 我不能看这雪柔 万一那个火车里上 你还敢点嘴 你先听我一句话 让你们王家在天银破产 王胖子 钱总身家二十多个亿 工程队都遍布天银了 人家一句话 可是能要了你王家 所有的资源 就是 你别自不量力了 赶紧过去坐好 钱总 别跟这种人生气了 咱坐 就你那点闲钱 给你减肥都不够用 还有脸在这说之一 你赶紧坐下去 王富贵 我知道你是好心 但是我故事集团 现在急需自尽周转 我等不了你 该做的我都做了 你再劝劝雪柔吧 好了好了好了 该结束了 正是啊 顾雪柔 钱是借给你了 不过得按照规矩来 九出十三规 借五千万 你拿四千五百万 三个月过后 我拿六千五百万 钱总 你这利息未免太高了吧 钱总 老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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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在老同学的份上 我可以少收你五百万 但是未来三个月 你得陪我夜夜深色 哎呀 钱总原来在这等着呢 钱总 上学的时候 你追顾雪柔不成 憋着劲 现在睡他呢 你们懂什么 这叫 泡饭不怕晚 哎呀 钱总 不愧是能成大事的人 真是执着呀 顾雪柔 只要你现在点点头 我立马把钱打到你卡里 雪柔 你还在犹豫什么呀 陪钱总 睡三个月 就能理五百万 这天大的好事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就是呀 陪钱总睡 总比陪你那个 非我老公睡强多了 钱多多 我叫你一声 钱总是尊敬你 但我顾雪柔是借钱 不是卖身 你怎么这么和钱总说话 现在除了钱总 还有谁能欠你钱 对呀 雪柔 你别犯傻了 难不成 你想眼睁睁看着 故事集团破产吗 林欢欢 楚雨沫 我把你们两个人 当做朋友 我才一人在这 你们如果再劝我的话 我当没有你们俩这个朋友 你以为谁都像 你们俩的事 甘愿做鸡呀 你这个废物懂什么 这个世界 就是笑评不笑娼 别说是钱总 就算是你 要是有五百万 我天天伺候你 特别 我先走 你 钱总 你看他 布雪柔 这钱 你必须得借 楚雨沫和林欢湾 跟我说了 你要跟我借钱 我把这事给公司报账 走流程了 他说你真不想借也行 赔我五百万 再赔我睡三个晚上 你放心 我会好好疼你的 绝对比你这个男人 要强多了 陈多多 我告诉你 你这点事借钱 分别就是鸣抢 我就是想睡他 你能带我如何 行是吧 没事 啊 等着 我现在就打电话报信 我就不信心的整个天一城 是你钱多多一手折天 哎哎 哎对 就是我要报信 对你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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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死胖子还真给你说对了 只要我钱多多想 我就可以做天赢的天 嘿嘿嘿嘿嘿嘿嘿 钱多多 方富贵可是我们的同学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吧 过分 我留他以为你是天人 来人 把他给我抓过来 我要在桌子上扮了他 啊 只要你伺候我 叔叔 钱我还是张样借给你的 我呸 我求求你死 我也不会危险于你 来 把他给我摁在桌子上 我现在就杀了他 李一阳 我是你老公 你这么眼睁睁看着我被人欺负吗 这会知道我是你老公了 顾薛柔 你现在还对这个废物抱有希望 我见你还是好好伺候减总吧 至少还能少遭点罪吧 你放心 我会好好疼你的 等等 虽然我不想管 但他毕竟是我老婆 这绿帽总不能把手给我放下 否则我的亲手折断 你知道你跟谁讲话吗 来人 把这个不怕死的废物给我拉过来 我让他进去里看看 我是怎么玩弄他老婆的 废物 我过去跪着 想得爱打 如果我说不呢 那就去 现在放了我老婆 我只废一双手 留你 一群废物 牙里面有什么用 我都说了 不要碰我老婆 你这只手 要 林阳 你这个废物 你竟然舍了我的手 我都说了给我老婆道歉 你怎么那么不听劝呢 现在给我老婆道歉 我还能留你这只手 你这废物 林阳 你竟然被我双手 就别想活着 今天走出这间会所 如果你不给我老婆道歉 这双脚也别想活 林阳 你这个废物赶紧出手 要是伤了前座 十条命都不够你赔的 就是 顾雪柔 你赶紧劝劝你家这个疯子吧 前座背后的势力可是天顶商会啊 他不要命 你也不要命了吗 天顶商会 有意思 林阳 这个废物知道怕了 赶紧跪下给我磕脚头 要不然你今天走不出这夜色会所 吹没 去把夜色会所的老板红姐请过来 夜色会所是天顶商会的厂子 红姐来了 这废物就死定了 你们愣着干嘛 快把人家伙拽出去 要不然等一下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出去 林阳 爷 你赶紧把你那臭小子拿开 不然你会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林阳 你这个废物 把我们管不着 你别连累我们啊 顾雪柔 你赶紧劝劝你这废物老公 你难不成想让你们顾驾 做做天意消失吧 顾雪柔 这就是你们这帮同学 我算是见识的 怎么是上龙社会呢 全都是一帮无耻无能之辈 林阳 这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挽留的地步 要不然你先把钱多多放了吧 我放了他 他能放了我们吗 钱多多 今日本就是你犯错在先 林阳楚楚也是为了护我 要不然我们各退一步 你觉得如何 各退一步 可以啊 林阳 这废物 给我跪下磕三个脚头 叫三生爷爷 然后把这 送到我床上去 我就放过你们 找死 找死 林阳 竟然非要扒了你的皮 抽了他进 就算这娘们 过来要我去上他 我也不会放过你们顾驾所有人 还敢满足 我看是谁敢在我夜色会所打天顶商会的人 猴子 救我 这小子 你敢打我 他打蛇的 不是我的双手 他明明就是不给天顶商会面子 你这个废物竟然被一个矛头小子欺负 简直丢我天顶商会的脸 小子 在我夜色会所打家 犯我夜色会所的大忌 在我天顶商会的地盘 打我天顶商会的人 是犯了我天顶商会的大忌 一天之内你犯了两个大忌 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我劝你旧地自裁 全屋的人 可以放他们一页 由你调全尸 不如这样 你现在下跪道歉 我开恩不与你这个风骚的老女人记住 你继续做这个夜色会所的老板 你说什么 好话不说二遍 找死 给我杀 全屋不留一个活口 尤其是他 只能我打成筛子 红剑饶命啊 钱总 你帮我救救情啊 红剑 都是这个疯子 跟我们可没有关系啊 顾小柔 你早和钱总睡不就没事了吗 现在 害得我们都没命了 郭扫 你敢动我 你看 天顶商会的会长 沈镇 会不会饶你 等等 你认识沈会长 认不认识的 你打个电话问问不就知道了吗 红剑 你别听他吹 喊一个顾驾坠血 怎么可能认识我们沈会长 别让他骗了他拖延时间而已 好 这次我姑且信你 你要是敢骗我 我把你剁了胃虫 喂 什么了 沈会长 抱歉这么晚打扰你 有个矛头小子在夜色会所闹事 他说 他认识你 认识我就可以在 天顶商会的地盘闹事了 好 我明白了 就知道他是个骗子 先不打扰你了 我数到三 才给我射成筛子 三 二 等等 沈会长 这小子叫什么 沈会长 林啊 林先生你有担忍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把林先生给我过去了 让我拦着钱 林先生少了半边毛 我的满街的 现在给我跪下道歉 否则 我让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林先生 是小的有眼无珠 您打人有大量 放了我们吧 林先生 兄弟大挥手 放了我们吧 红姐 你别给他骗了 他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认识沈会长 已经是哪里误会了 你这个废物还敢喷酸 信不信我割了你的舌头 贤多多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这个歉 你是道 还是不道 还是不道 想让我道歉 下跪 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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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小荣 我错了 求你原谅我 不够成 再来一遍 顾小荣 我求求你 请你原谅我 老婆 你原谅吗 我老婆说了 她原谅你 行 但是我老婆原谅你 我没原谅你 还好老娘往贵的款 要不然老娘也得跟着遭殃 红姐 钱多多招惹天顶商会的贵客 按照规矩该怎么办呀 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把他跟他的手下拉去厨房卫狗 李先生 我能起来了吗 起来吧 李兄弟 我跟你们说 有我在 不会有事 钱多多 他刚刚不是在那吗 放心吧 已经处理了 那就好 还在这愣着干嘛 这么喜欢开戏吗 诺语莫灵活欢 留下 林阳 你连我们两个在这干什么 林阳 别以为你认识什么天顶商会的会长 我们两个就会屈服于你的一位 对 先出去 跪下 我手三个手 如果你们不跪下 我就喊外面的人进来 把你们两个的腿打断 我说到做到 三 二 喊人 喊什么喊 我们跪下就是 就是 这不还没说到一呢吗 对啊 刚才是你 说只要我有五百万 你就天天不用睡 对啊 我是说了 可你有吗 你竟然敢打我 现在还需要我偷窃 我 我不要了 给我滚到旁边的桌子上 今天晚上不给我伺候好了 谁都别想出去 快点 哎呀 天哪 这都几点了 哎 小柔 你说林兄弟跟楚雨墨 还有林欢欢 他们在里面快一个小时了 看不会出什么事了 没事 我先生请你啊 林雅 我好爱你 你好棒啊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这里面这样的惩罚他们呢 叫他神医磕 你别听啊 我在那听一下 我去 林先生在吗 哎 林先生正在里面忙着呢 咱一会儿进去行不行 哦 我跟你说啊 哦 懂了吧 我明白了 既然林先生在忙 那我就再等等林兄弟 对 大伙子稍安物资 再等一等 人马上出来了是吧 这林兄弟 这体力 也太好了吧 哎 王富贵 啊 林阳在里面到底在干什么 真没什么 我跟你说了没 哎 哎 哎 让你们久等了 你真是 这个 哎 客气客气 林阳 你在里面对他们两个人做了什么 没什么呀 我就是好好教育了 彭玉姐 你 林阳 你再陪陪我们吧 雪柔 我的好姐妹 我真的太羡慕你了 作为好姐妹 有好东西 要懂得跟姐妹分享了 林阳 你无耻 我无耻 他们之前这样羞辱我 我以德抱怨 让他们体会一下做女人的快乐 怎么就无耻 拜托 我们只是行婚 你没有资格过 沈会长 这么晚 找我有什么事吗 呃 林总理 咱们换个地方说 富贵兄 哎 帮我把雪柔安全送回家 多大点事 叫我给你放心 往去吧 走 雪柔 带你去吃饭 是好吃的 走 杨哥 说吧 什么事 哎呦 还请林大师救救我 哎呦 还请林大师救救我 林大师 自从那天你走后 我的眉毛就不断了 今天早上 竟然被掉下来的风扇 砸到了脑袋 你屋里的关公像扔了吗 扔了 扔了 我一刻都没赶留过 扔了就好 哎 哎 好了 起来吧 这 这么快就结束了 林大师 你再尝尝 从今以后少干缺德事 否则下一次怨气入体 我总都救不了 谢谢林大师 谢谢林大师 林阳 今晚你陪陪我好不好 杨静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是有家事的人 林阳 你别跟我装正人君子 刚刚你和那两个 在房间里玩了三个多小时 还是当着你老婆的面 这会儿你跟我装正经人 那你知道他们两个是怎么求的我吗 怎么求你的 跪下 我就告诉你 林阳 想追我的男人都排到法国去了 你别不识好歹 我给你三个数 我给你三个数 如果不跪 我就走 三 二 既然这样 那就没有必要说了 好 我跪 跪着求我赏赐你 还真是 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今晚我正好不想回家 便宜你了 走吧 林阳 你去哪儿鬼混了 还不快给我滚回来 林阳 你给我等着 怎么了 有我陪你 这么不开心 林阳 我错了 只要你能原谅我 让我做小也可以 好马不吃回头草 杨静 睡你可以 娶你我没兴趣 做人不要太贪心 好了 我知道了 我不求你现在能原谅我 但我会好好表现 让你原谅我的 柠檬凉茶 走一走 看一看 卖茶了 妈 你不是身体还没好 怎么就出来摆摊了 妈感觉好多了 所以就出来了 来给 对了 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那臭小子又惹你不开心了 你别生气 妈这就给他打电话啊 让他马上滚过来 当着你的面 妈教训他 臭小子怎么还不接电话 沈子 你出院了 我感觉好了 所以就出来了 你怎么来了 没事的就好 给 喝点 天热姐姐说 霍哥 你看给我个面子 他说沈子 这狐狈 你就是老子的一窍看家 什么面子 这保护费他没有 你给啊 我明白了 鲍哥 沈子 这边做生意的 都是鲍哥罩着的 你要想在这卖东西 你交钱 浩子 沈子在这摆摊卖茶几十年 从没给过人钱 你们这是收的什么钱 什么钱 就是保护你们 不让别人欺负的保护费 不不不 我不需要人保护 我不需要 不需要 别拿 别拿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你们这是强盗 这就是你不交保护费的下场 走 谁让你们走的 砸了东西就想走 你们家里还有王法吗 在这儿 我就是王法 儿媳妇 儿媳妇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只要咱人没事就好 妈 我们不能这样 我们越软弱 这种人就越变本家里 听话 今天你们要是不赔钱 我们就报警 兄弟们 既然这位美女跟咱哥几个杠着 那咱们就替她老公好好教着她规矩啊 报告 这女的是我唐帝的媳妇 她不懂事 你别跟她一番见识 自己吃女生的事 让别人吃啊 放心 等各几个吃干抹劲 让你尝尝些 这女的 一干就很润 把她给我抓过来 别别别 走 过来 快来 你 快来 快点 儿媳妇 过来 老东姐 由于你刚才的顶撞 导致我现在火气了 我帮我消消火 求你了 放开我儿媳妇 放开我儿媳妇 媳妇你快走呀 他们在光天换日之下 不敢把我怎么样 你快走啊 你觉得这墨太不夸 还能还几下 啊 我相信的火气更大了 帮我消消火 妈 小副 你要小心 这怎么可能啊 今天 你们有一个算益 我会让你们后悔 我在这个世界上 小子 你怕是我见过 在这个世界上 最大人不曾的人 回报告 他就是一个废物赘婿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嗯 林阳 你快走吧 黑豹他是 天定商会 沈这男的干儿子 你惹不起他 快来沈这千去医院吧 嗯 林浩 咱们好歹也是一家人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欺负我妈和我老婆 林阳 别站着说话 不要走 要不是你妈 跟你媳妇不懂事 至于这样吗 要怪 就把他们自己 小女们 把这小子抓起来 我要让他亲眼看看 他的女人 唯一别的男人 这怎么可能 小子 最好别乱动 要是乱动我 我就整死他 我们刚好要你 你整他 手的缠着我 都说一日付近百日 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 雪柔 我们只是行婚 哪来的恩吉 你现在把他按 你要多少钱 我都给你 你没看见他多猛 我能跟他 要干 你自己去干 别碰我 我差点被他掐 你很高兴是不是 我没有 我要不这样说的话 那他们不就掐死你了 对不对 真的 我发誓 我要是说假话 妈 妈 你没事吧 林阳 你最好没有骗我 要不然我这辈子 都缠着你 哎呀 杨儿 你这次惹怒了黑豹他们 恐怕他们对咱 不会善罢甘休 你快带着雪儿 出去避避风道 妈 快去 你别怕 就算黑豹不来找我 我也要去找他 哎呦 你这孩子 没事 别担心了 放心啊 今天你们所受的屈辱 我会让黑豹那个人 十倍奉还 哎呦 沈会长 帮我查一个人 老婆 一块场面可能贵于血性 你要不先回家吧 我不 今天那个家伙 竟然敢当众羞辱我 这仇 我要自己报 好 那你待会儿 可别被吓哭了 空姐 你什么意思啊 赶紧把我给放吧 不然的话 我肯定要是知道了 你吃不了东正宿 死到临头了 还敢把会长压我 我实话告诉你 经济 就是会长让我帮你来 不可能 我劝你这个蠢货 老子 我劝你最后还是把我给放了 不然的话 你那个赶紧的妈 还有你漂亮的媳妇 他们都会用得很惨 说话的时候 注意点后悔 否则 我让人挖了你的舌头 来 给他扶起来 今天我给你一次机会 时下 只要你能扛得住 我就放了 来 把他给我扶起来 靠近点 来 还有九次 不 爹 爷爷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给我一次机会 别有一次机会 当初你拿酒瓶砸我妈的时候 你吃不饭 还有八次 静静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你来 这 我可不行 还是你来吧 你不是说 要亲自出手 来 算了你 我们还是 对于这种 不配浪费你的善良 我说过 敢欺负你和我吗 你笑什么 这好吓人呢 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知道吧 好的 林先生 我马上把他丢到厨房喂狗 林阳你等等我 你们几个 以后对林先生给我恭敬点 否则 你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担心把这个晦气的玩意儿给我拉走 林阳 你等等我 宋总 你怎么 你就是顾雪柔吧 这里是五千万 只要你愿意和林阳离婚 这些钱可以当作对你的补偿 顾小姐 目前顾氏集团面临债务危机 急需一笔钱作为周转资金队 作为周转资金队吧 你调查我 顾氏集团的情况现在人尽皆知 还用得着我来调查吗 如果你要钱不够我可以再给你五千万 对了 顾氏集团不是一直想重建盘楼山庄的项目吗 我们万圣集团也可以清理相处 我顾雪柔就算再见 也不会用自己的男人去换钱 顾小姐 我说过 现在不是耍小姐脾气 撑面子的时候 凡事都有个价 我想林阳在你心里 应该不止这么多钱吧 我说了 我顾雪柔 不会用自己的男人去换钱 走 宋总 你家大业大 不会因为一个男人在这跟我浪费时间吧 那得看这个男人是谁 如果是林阳的话 就算要付出我的一切去还 我也愿意 我要是让他俩一起去杀我 会不会挨他呀 林阳 你要跟他走 还是跟我走 林阳 你在犹豫什么呢 哎 我才是你老婆呀林阳 我知道啊 情势上的嘛 你 别闹了 宋总 今晚我可以陪你 但是我希望你能借五千万的故事 帮顾家解除危险 没问题 现在不是爽小孩子脾气的事 请顾家要紧 顾雪柔 反正你们只是行婚 你们也从没有喜欢过对方 没什么好值得难过的 宋宇言明明帮我羞辱了顾雪柔 可是我怎么却开心不起来呢 我都这样了 你不还在想别的女人吧 希望宋总不要误会 我们除了医患关系之外 最多只能算是朋友 我想谁 我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吧 可是 我也是花了五千万 才买了你一晚上 你就不能好好对我吗 你真的不考虑一下我吗 我还没有和顾雪柔离婚 所以不考虑 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可以帮你 我林阳不需要女人吧 再敢善不如传 就别怪我 我不给你指引 知道了 以后你让我往东 我绝对不往西 那 我们再 你真是 死连影 这个点还不回来 就不怕把宋雨嫣 你还知道回来呀 怎么了 在宋雨嫣那玩得不开心是吗 那倒没有 就是昨天折腾得太累了 得好好补补觉 你要睡出去睡去 这是我家 你给我起来 林阳我跟你说话呢 流氓 你干什么 你说我干什么 那你轻点 怎么 这次不怕别人看到了 就当作是这些天 你救我和顾家 我对你的报答 林阳你干什么呢 林阳你干什么呢 过来 林阳 你入坠了我们顾家 可是签了合同的 保证你不会跟雪柔发生关系 我们才同意你入坠的 我也不想啊 是你女儿一直招着我 她说的都是真的 妈 林阳 她帮顾家借了钱 渡过了难关 还救了我 我想报的 顾雪柔 妈 我告诉你啊 就算她救过你 就算她帮我们顾家渡过难关 那都是这个废物欠我们顾家的 是她应该做的 怎么 这点小人小贵 就把你给收买了 你怎么这么不中用啊 你竟然敢睡我女儿 你胆子是越来越大 看我今天不收拾你 你只要上天了 妈 李阳 你长本事了 竟敢来陈我打你 这一年来 我在你顾家受尽了我女儿的欺负 再开车 我把上次你去接车 李阳你竟然敢 李阳你松手 妈 李阳 我要放心抓你 你干什么 妈 李阳他不是故意的 你看这人 我都快要被他掐死了 你还跟着他说话 我要报警 我要报警 你随意 只要你不怕万圣集团 把借款要回 李阳 你竟然该威胁我 我手三个数 现在不管 我照样让宋女人 欠款数 孙安 行 我今天就不跟你这个废物一般见识 既然你那么爱睡 那你睡死你好了 跟我走 走 孤雪柔 你这个 你让我说你什么火啊 之前我就让你跟那个废物离婚 你就是不同意 这下好了 你刚刚也看到了 他那个嚣张的样子 他哪是在你妈我的脸上拉屎 他哪是在你妈我的脸上拉屎 妈 你别笑我妈 我没有你那么废物的女儿 妈 你这是怎么了 哎哟 宝贝啊 来来来 你们来得正好 快帮我好好地劝劝 你这个好妹妹 让她趁早跟那个废物离婚 好了妈 别生气了 现在不是跟那个废物生气的时候 这是 这个呀 是明天万商大会的邀请函 青山已经决定跟前家前大少联手 明天一起开销万商集团旗下的北城荒地 用来重建盘龙山庄 真的 当然真的 妈 你不会真的指望林阳那个废物啊 怎么可能 你妈我就算是饿死了 都不会指望林阳那个废物 能给我一口吃的 哎哟 不听那个废物了 走走走 妈去带你俩 是好吃的 是什么 走 走 睡睡睡睡 就知道睡 当当当 公奶奶 你干嘛啊 顾雪柔你干嘛啊 你把我做坏了 谁疼你 坏就坏了 要坏的话 省得你再去找别的女 我错了 错了 当当当 老婆我错了 我们只是行婚 你别叫那么亲 谁惹你生气了 还有谁啊 不是我一直在这睡着 我招谁惹谁了我 林阳 你不是说要帮我们顾家重建排龙山庄吗 过两天 晚上大会将有召开 到时候将会拍卖城北那块荒地 你准备好怎么拍下那块荒地了吗 我当什么事 你大惊小怪的 害得我睡觉都睡不完 我就知道我指望不上了 姐夫已经联合钱家大少 准备去拿下那块荒地了 等到他们真的拿下来 你这辈子只能做我们顾家一条 就石青山那个蠢货 他能干成什么事呢 石家不足畏惧 可是钱家在天爷还是有点实力的 钱家 你是说钱多多所在的那个家族 拜托 钱多多我都不怕 你觉得我会怕他那几个兄弟姐妹吗 好了 最终能够帮顾家重建盘龙山庄的人 不是我 你去哪儿 去天顶商会 打听一下万商集团的事 沈会长 我可是林阳的女人 要是被他知道 你碰我吗 你就不怕 他饶不了你 谁让他不知道疼我 那就别怪我 对不起他 林先生 你怎么来了 怎么 打扰了你的好事 不开心呢 没有没有 林先生 您就是借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甩脸给您看的 都管这个事 还不靠跪下 给林三排布式 都管这个事 还不靠跪下 给林三排布式 不用了 就这种 陪谁睡我都能离 起来吧 我有事要问 愣着干什么 还不靠地给林先生看着 林先生 您来我这里 有何会干啊 我听说万商集团 明天要举办万商大会 所以过来找你 了解一下万商集团的情况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林先生 这万商集团 虽然没法跟我们天顶商会相提 但是天鹰最大的商业集团 而他的董事长 李沧海 林全是遍布天鹰 所以被人尊称为天鹰的太上皇 既然比不过天顶商会 那沈会长 可否帮我引荐一下利总 这个 倒不是不可以 只是 那个 李沧海 他现在身患重疾 窝床不起 恐怕不方便待客 身患重疾 你是说 李沧海生病了 真是天助我意 拍下城北荒地的事有戏了 行 谢谢沈会长 我现在就去利家看一看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开车送你一下上去利家 好 李沧 我错了 谁说我怪你了 我说过了 我不会对你的任何行为有任何兴趣 好好开车 送我去利家 利家重地 没有邀请 不得入内 那我非要进去呢 哪里来的废物 如此强狂 惹闹了利家 就算你小子有十条命 也不够赔的 好久没有活动筋骨了 刚好拿你们练练手 刚好拿你们练练手 我去 你对他做了什么 你 你别过来啊 陆神医 请问我爷爷还有救吗 有救 倒是有的救 只是 神医 你有话直说 只要您能救好我爷爷 我利家 必当重谢 既然利小姐如此有诚意 那我也就实话实说了 要想救好利总 你们利家 需要拿出半数的价值 去黑市购买黑玉断絮膏 再服役处子之血 利老爷子的病 才有五成的苏醒机会 这黑玉断絮膏我知道 可这处子之血 这处子之血嘛 就是处于第一次交购时 所流出来的鲜血 以处子之血为药益 并且是最亲近之人的血 才有用 利小姐 你刚刚成年 应该 还是 如果利小姐 不嫌弃老夫的话 老夫可以帮利小姐取血 不过你放心 老夫比赌上全部的生育 救好利老爷子 利小姐 你多犹豫一刻 利总就多一分危险 还请是 老头 你说你半截身子都入土了 还想着睡人家小姑娘 要不要脸 你是谁 怎么闯入到我利家 人呢 这么大的活人看不见吗 不用怕了 从院门口到这儿 一共一百六十六个保安 全都被我点了去 不过你放心啊 两个时辰后 自会接触 你是谁 为什么闯入我利家 林家林阳 刻意来医治 利老爷子 连老夫治起来 都费尽的病 你个毛头小子 说能治好就能治好 有谁规定了 年龄越大 医术就越强 就要放肆 这位可是天银医圣 陆神医 天银医圣 没听说过 医圣没有看到 但是 见到一个为老不尊的 小子 千万有天 人万有人 话 我能说的太满 实话实说吧 我说老头 你行不行 你要医术不行的话 你就给我上一边去 好好看看 我如何治疗利老爷 放肆 老头 你搞偷袭 你不讲武车 你这个毛头小子 怎么可能会被真直冲 你刚才不都已经说了吗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林阳 我知道你有些本事 可我爷爷现在性命垂危 我绝不可能 让一个连行医资格都没有的人 来医治我爷爷 要不是有求与利家 这利老爷子和你 我一个都不相关 这样吧 利小姐 你打电话 现在摇人 如果我没有治好老爷子 随你处置 如果我治好了利老爷子 我要求你 答应我一件事 只要你救好我爷爷 别说一个要求 整个利家 我都可以送给你 整个利家 也包括你 包括你 当然可以 你要是医不好 我就命人挑断你的手筋脚筋 让他们知道 得罪我利家的下场 一言为定 修复 利小姐 利老爷子病 你说我爷爷病已根除 可他怎么还没醒来 有点耐心 不处五分钟 他一定会醒来 利小姐 你还相信这个 在这胡言乱语吗 还不赶快把他给我抓起来 小姐 你没事吧 给我把他抓起来 我要亲自规了他的手机 小金 利小姐 这么心急 你这干活挺旺 还敢出言不逊 弄这个干什么 把他抓起来 爷爷 感谢小师傅的救命之恩 利总客气了 本身我也是有求于你 小师傅 你尽管说 只要我利盟能做到他 我绝不推辞 利总 明日万商大会 将会拍卖天银北部的一块荒地 我希望到时候 您能将那块荒地赠给你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小师傅 请放心 这件事就交给老朽了 明天万商大会 你亲自去一趟 我必要帮小师傅 把这件事请办好 这是万商大会的请柬 你拿着 要不然你进不去会场 谢谢啊 你等等 我利清月 身为利家长女 答应你的事情 我一定会办到 什么事 就是 只可惜这两天 有些纵意过度 要不然 非税了你不可 我就开个玩笑而已 利小姐不必当真 等等 林阳 我利清月 虽然说不上倾国倾城 但怎么说 也是一名美女吧 我就不信 不想睡我 这小姨子 好胜心还挺强 行行行 陪你睡 明天 明天万商大会一结束 我就陪你睡 行了吧 好 那我就等到明天 到时候 你要是再敢羞辱我 我一定沾了你的根 到时候你学想再跟任何女人睡觉 死林阳 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肯定又是跟哪个女人鬼混去了 顾雪柔 我好歹是你老公 在你心里形象就这么差 大老远都听到了 怎么了 我说的哪不对吗 行行行 不跟你一般计计 明天万商大会 你跟我一起去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万商大会的VIP邀请函 只有万商大会的贵宾才能拥有 真的 太棒了 我就不知道你一样想 这女人变得比翻书还快 行了行了行了 我喘不过气来了 你等着 我马上回来 去哪了 怎么还不回来 老公洗脚 水热吗 还行吧 舒服吗 老公 今天你真是辛苦了 你早这样多好 我也不至于要跟你离婚 去房间睡 我 进屋 陈总 您稍等一下 十点钟就可以进去了 好 帮我跟周主管 带个好 是 老公 你和钱总可真有妙 你看他们 起了个大早 赶了个晚级 你以为呢 这规矩啊 都是订给那些没关系的人 老公 你不是说车开不进来吗 这怎么回事 咱们的车开不进来 但是万商集团的车 当然可以开下来 等一下周主管下车的时候 记住我把军工 来 周主管好 林阳 林阳 怎么是你 我说怎么看这车这么眼熟呢 原来是顾许楼的 废物东西 你以为穿的人模狗样 就有资格参加锦标啊 保安呢 保安 这两个不懂规矩的废物 擅自把车开进来 如果万商集团的高管知道了 你们两个恐怕要丢掉饭碗了吧 我看你穿的也不错 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呢 赶紧把车给我开出去 我要说不呢 小子 赶在咱们万商集团闹事的 你可是第一个 我数三个数 赶紧给我滚出去 不然 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看这个废物啊 一定是想要故意 惹恼万商集团的高层 让我们都没有办法竞标 把他们护出去 护出去 灵阳 要不咱们还是走吧 惹恼了万商集团的人 顾家也会跟着遭殃的 没事 今天没人能赶我们走 是 还装呢 今天我要不给你点颜色瞧瞧 你是真把咱们兄弟两个 当摆设了 你还敢在万商集团打人 今天就算天文老子来了 也保不出去 什么回事 虎哥 他这哪里打的是我的屁股呀 分别打的是 您跟咱们万商集团的脸面呢 胡说 他就给我闭上 小子 从我们万商集团城里来 从来没敢在我们地盘到事 我吓弄死他 等等 对不起 是我们不懂万商集团的规矩 我们现在就走 万商集团 是你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的吧 那你想怎么办 放心老婆 不会有事 王队长 这还当着你的面打情骂枪 这简直不把您放在眼里 我先费了他命根子 我看他以后怎么够大女人 给我杀 王队长 只要您肯放了他 您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可以 我看 你长得还挺不错 要不 你陪跟我玩玩 敢动我的女 你找死 你敢打老子 前堂有路你不走 就有门你闯进来 给我杀 弄他 我看谁敢 这是晚上集团 遥远顶记窗户的黑金邀请函 他怎么会要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一张破邀请函就把你们唬住了 赶紧把他们两个赶出去 你哭个屁 是咱们万商集团 专门为顶级贵宾 专门测制的黑金邀请函 整个天爷能够拿到手 也不超过三个人 不可能 他不过是入罪顾家的一个坠序 他不可能有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这 这不可能 小刘烨不是泰山 没人收进这座大坡来 你高大规手 饶了小子吗 王队长 你可看清楚了 别被那小子用假邀请函把你给骗了 你说 那谈谈万商集团的保安队长 我又不是自己家的邀请函 不敢 不敢就闭嘴 霍哥 按道理来说 能拿到这种邀请函 这团总部肯定会给咱们打电话 叫咱们加强安保呀 可是咱们直到现在 都没见到任何信息呀 我看 这邀请函 不会是他自己又生气 那你拿了那就算了 还敢假装景级客户骗老子 要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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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谁敢动他 都住手 草草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连我的男人你都敢动 王 我看你是不知道该怎么写 你的男人 有他 你还敢放肆 没事吧 还不快滚过来道歉 站在那里做什么 李先生 您答案不及小人过 你饶了小人吗 这就是你道歉的态度 李先生 都要吓得一会儿 不是大人 我少有老 下有小 你饶了我吗 饶了你 你不过就是万商集团的一个保安 就敢如此仗势欺辱 那之前被你欺辱过的人 你怎么不饶过他们 请李爷息怒 请李爷息怒 刚才还说要废了 现在让我饶了你 你们便连比翻书还快 你们偷偷给我滚出万商集团 否则 我以万商集团的声音做担保 一定不会让你们在天吟再找到公主 谢谢您赶上天吶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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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条正路 走 林阳 你得好好感谢宋总 要不是宋总 你就会在外面 妹妹 还不赶紧给宋总 引进一进我们 宋总 这位是我姐姐 这位是我姐夫 这位 前市集团董事长 贤杰 好你可宋宇 老子迟早入一天 才为你偷尘拉屎撒尿 林阳 我累了 我们先进会场了 陈总 这小子这么跑 我们拿下城北那块皇帝的事 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吧 天高皇帝 就算他是顶级客户 又能怎么样 这次章标周主管受了算 这标 咱们拿定 这不着敲门啊 突破滚出去 这都半个小时了 这再不出来就赶不上了 钱总 要不你再去问问 志景山 你让我进去问 你不是给我长过痛快吗 不是 周主任让你们进去 走走走 什么事 周主管 还是城北皇帝竞标的事 放心吧 那块地啊 是你们的 哎呀 谢谢周主管 谢谢周主管 你们别高兴的太早 除了你们给我打的五百万 我还要这块地等到开发以后 百分之三十的利润 我还要这块地等到开发以后 百分之三十的利润 周主管 你这胃口被灭太大了 能不能拿下这块地 前凭周主管一句话 周主管能让我们做一身天恩 才区区百分之三十 很合理 快给周主管道歉 对不起 下去吧 以后没什么事 别来办公室找我 周主管 林阳 你要是需要用钱的话 可以随时跟我说 我可以把整个万圣集团都借给你 谢谢宋总好意 这城北荒地项目 我已经谈妥了 宋总如果想一起开发城北的荒地 我们可以一起 宋总 别听那小子瞎说 城北荒地的标 在我们上 就是 他就是个废物赘婿 要不是托您的福 恐怕连这万圣集团的大门都进不来 您别听他忽悠您 如果 我老婆拿下城北荒地的标 怎么说 林阳 你怕是做梦做傻了吧 顾家是有钱 还是认识万圣集团的人 顾雪柔要是能代表顾家 拿下这荒地的镜标 我就把这桌子给吃了 石青山 上一次你也是这么说的 到现在 你 既然这样 我们打个 要是我们赢了 你就从这爬出去 一边爬 一边喊 前一 我错了 怎么样 好 没问题 如果我赢了 那我要你 跪下 学狗叫三声 没问题 那 宋总 可能要麻烦您 当个见证人 如果他们后悔 也好您出面 既然你都开口拜托我了 我怎么会拒绝他 现在开始 拍卖城北的荒地 请各自把出架放在面前的信封中 废物东西 等下看你还能不能这么大 放心 我们一定能拿下 那就放心吧 这项目肯定是我们的 连过对各位公司的资质 以及竞派报价的综合考量 本次城北的荒地 竞派有前市集团和实施建筑公司 共同拿下 这样啊 你现在该履行你的承诺 从这爬出去 怎么搞的 丽家人明明已经答应了 宋总 这废物怎么不动啊 要不您催一催 啥就怕 要怪 就怪我看错了人 一个月 只要你们让赌约作废 这钱 我作为补偿送给你 宋总 您才看不起我们兄弟 我们兄弟不差钱 我们就想看他从这爬出去 宋总 这事不用你管 愿赌服输 爬就是 林阳 别忘了 一边爬一边喊 钱也我错了 顾雪柔 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你找的废物老公 每天除了丢我们顾家的人 你该什么事都做好 废物就是废物 刚才不是挺能装的吗 怎么着 现在原型毕露了 还等什么 快点爬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对林先生不敬 这会儿才来 老子的脸差点都丢光 李小姐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 等我来了再宣布结果吗 你这么着急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李小姐 你就是给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啊 就是看你支持没来 我这才缠做主张 我宣布 之前城北荒地的竞标作废 作废 最终由天鹰顾家 拿下城北荒地的竞标 三位 接下来可以履行约定 跪下来学狗教 主主管 钱你可是说 你可是答应我们的 你一个疯狗 可别乱养人 阅读副寿 赶紧跪下 给林先生道歉 求他原谅 你 雪柔 你姐夫在天鹰 怎么说 也算个说得上话的人物 你竟然让他学狗教 他以后在天鹰 怎么混得下去啊 那我老公就没脸面吗 刚刚你们逼他下跪爬出去 可不想过放过他 钱总 你们不一起跪下学狗教吗 作为公正人 如果你们不履行赌业 外圣集团 将全面封杀前世纪 跪下 院的服输我认了 你也一起跪下 愣着干嘛 还不快跪 三位 开始吧 林阳 你都好久没去我那了 今天好好陪陪我呗 林阳 今天你帮我拿成为的荒地 不如晚上回家 我要好好考虑考虑你 既然你们两个都想要 那不如一起 林阳 林阳 你没有忘记昨天的约定吧 没有 只不过你确定现在 我准备好了 我们走吧 林阳 你去哪 林阳都被人抢走了 你还笑得出来 像林阳这样厉害的男人 我们能做他的女人 已经是十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气了 你居然还想独自占有他 昆明也太贪心了点吧 人家还是第一次 请你温柔一点 今天你迟到 害我差点出丑 放心 我会暴力的 让你再也不会再迟到 林阳 你今天让老子如此丢人 老子发誓 绝对不会饶了你这个废物 陈总 怎么了 小陈总 抽到了 在哪 说 小陈总他 死了 说什么 是说 小陈总在 夜色会所 热闹了 顾家的追寻 被顾家追寻打残后 多了 胃口 叶阳 又是你 你杀我兄弟 我不担了你 老子是不为人 去 去请东英会长出山 让那样的林阳 还有顾家 是 小的明白 血淋阳 看我到时候怎么教训的 你们是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要是被我老公知道的 他绝扰不了你们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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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 乌二小姐你是跟他们无怨无愁 和我的 是你 顾晓柔 您的废物老公杀我兄弟在心 若我在后 不拿你二人寄天 难及我心头之痕 你敢 要再说一句废物 老子去把你舌头割下 陈总 别忘了答应我的事情 我帮你杀了顾家的追续 我们一起开发 陈北的皇帝 放心 我前进说一波 美丽 林阳 你老婆在我手上 我在城江的废弃工程 给你一个时钟 你要不来 杀了他 他在你手上 反正我们也要闹离婚 你想杀就杀吧 别打电话了 专心点吧 陈总 你这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他老婆吗 我们只是行婚 而且最近在闹离婚 你觉得他会不要命的来救我吗 你连自己老公都管不了 还好意思在这笑 哎 陈总 陈总 下面我们应该怎么办 别急 让我下去 你心可真狠 自己老婆被绑架了你都不管 我要去管她 什么管你 照顾好我老婆 明天一早我就过去 要是他出了任何事 我到时候你不够就走 丽阳 你到时候这么一个 要不然 顾小柔 别急 明天你要来了 我一定帮你杀了他 陈总 林娘这小子一定活不过明日 顾小姐 我要是帮你杀了你老公 你应该怎么报销 报销 不对 你应该怎么报答我 要不然 就用你美丽的身体 和你的家人来报答我怎么样 我就算去死 也不会和你们都一个人 同僚和我 等我杀了你老公 我再这么烦死你 哎 醒醒 醒醒 太阳都晒屁股了 哎呀 你怎么就一个人来啊 你是不是傻呀 就这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 你陪我叫人一起来啊 哪儿敢 多事 让他尝尝我们都以认真的厉害 你们东营忍者也不过如此 太阳 前辈 先生 先生 这怎么可能 东营会是排名前三的杀手组织 怎么会犯得如此无力啊 我说了 你在我面前 猪狗都不是 林阳 小心 我要死了吗 我这是死了吗 小哥哥 你最近玩得挺坏啊 有了其他妹妹 你都不管我们两个 这下好了 来到这太阶区 就可以陪我们两个 好好玩玩 还请两位神仙姐姐 救救我 我要回去救我老婆 好了 不逗你了 你呀 你是将死之人 所以 你现在要做出一个选择 是回到人间 继续做普通人呢 还是留在这儿 和我们两个 不死不灭 相由快换 不死不灭 相由快换 小哥哥 留下来吧 人间多烦恼 不如留在这儿 可我们俩夜夜生鸽 好不愧 就是就是 这人世间的女死 哪有我们两个 会疼人啊 只要你赶紧留下来 我保证 让你腿软都撑不起来 不 我要回去 既然和顾雪柔 有了婚约 那她便是我的女人 如果我连自己的女人 都保护不了的话 那我黎阳还算什么男人 还请两位神仙姐姐 将我送回去 好吧 既然你心意隐居 那我二人就尊重你的军事 你只要愿意做我的女人 我就可以留你一条命 你怎么 你居然不愿意 那就怪不得我了 住手 怎么可能 你怎么起来 东阳的猪狗 你想杀了我 我 不知道你有什么妖术醒来 但是你刚刚 好像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就算没有以前那么强 我也能杀你 我警告你 别挣扎 你是打不过我的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 玩你的老婆吧 住手 哪里来的狗 居然这么狂妄 请生一郎 你身为东营人 竟敢擅闯华夏境内 还四一七五我华夏人 今日不让你交代在这里 看你东营七五华夏没有血气 这么多女人 善你们 你们人多欺负人少是吧 宁 林安 今天的事情 我改日再跟你算 我们不是新婚吗 你为什么要来救我 你是我老婆 我怎么可能不怪你呢 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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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什么呀 我又不是死了 顾雪柔 等出院了 去把离婚手续办了 为什么呀 我们早就答应离婚了 而且我也受够了 在你们顾家的日子 答应帮你重建盘龙山庄的事情 我已经做到了 是时候该履行诺言了 离婚可以 那我要你明媚争取的 把我娶进你们林家 喂 谷雪柔 你未免也太贪心了吧 我们几个还在这呢 就是顾总 要不是你对林安哥他不好 他也不可能跟你离婚吧 既然自己犯了错 就把位置让出来 你不珍惜 还有人珍惜呢 可怜的林安 在你顾家吃了那么多苦 我可不愿意他再受你顾家人的委屈 还是娶我吧 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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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想答应 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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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能够与你再续前缘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再给我赢 零雅 今天我们在望豪酒店定了大餐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吃 吃完饭 我们陪你一起 你想怎么玩 我们都陪你 不用了 我想一个人待你 零雅哥哥 他这是怎么了 如果我什么能力都没有 他们还会爱我 我当时是不是不回来好吧 最起码不用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归手 我们要不要告诉他 只要他再与我们交合 就能够恢复能力 不行 那我们就放了清醒 还是等他自己 欢迎订阅西瓜妹基层 我还是要没有给你 我再来说 说你 我来帮你